好,那所以我們的進度不錯 就是應該這是第三次上課就可以講到陣列 這進度算不錯 那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C-Sharp的陣列 那C-Sharp的陣列各位應該都會寫 C-Sharp有一點點不一樣 各位在寫C-Sharp的陣列的時候 例如說你就寫int days然後死 然後就把東西塞進去就好 但是呢C-Sharp的陣列語法呢 跟C有點不一樣就是 他的中括號放在前面 這點要注意,中括號放在前面 OK,接下來呢他必須要用new 因為C-Sharp是一個物件導向的語言 那C也不是,所以他必須要new 譬如說我要想要new一個陣列 來存一年當中每個月的天數 那我就要有12個月 12個月,主要newint12 那我newint12之後呢 我就把每個月的天數放進去 但是這裡會有一點詭異的地方 因為照理講不應該有第0個月 所以我的陣列0其實 我如果有只用12個的話 應該是陣列0代表1月 陣列第一個元素代表2月 那這樣會很錯亂 會很錯亂 不過如果你覺得浪費一點空間沒關係的話呢 那你去宣告13好了 宣告13的時候呢 那你就從1開始用 那第0就不要用 這樣1就代表1月 2就代表2月 也會比較容易一點 但是如果你宣告13 你就不能用for each 就有點麻煩 因為for each他一定對每一個都做 那所以如果宣告13 那他會就連0月也弄弄出來了 就會有點麻煩 所以可能還是宣告剛剛好是假的 那C元和C-sharp都沒有說 我陣列宣告說從幾開始的 都沒有 那像Pascal這種就有 我可以宣告陣列從幾到幾 從30到50我可以這樣宣告 但是C-sharp和C好像都沒有 我知道C沒有啦 但是C-sharp不確定 可能沒有 那接下來呢 其實剛剛這樣寫了一堆喔 很累 光是要宣告一根 一年有幾 每個月有幾天就要寫這麼長 其實有短的寫法 短的寫法就這樣寫 int中括號dates等於 然後呢 大括號都點分開 12個數字寫上去就好 那這種寫法應該會好寫 很多 那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回圈的方式 來存取真列的內容 那回圈存取的方式 一種方法是按照原本C的方法 就是從0到11嘛 然後就數數數 然後就每一個都加進來 所以就i等於0 i小的12 i++ 那這裡不能等於喔 如果用等於的話 那因為你總共只有到11 你去存取12 那就會錯了 不過 在C-Sharp裡面 這種錯誤 很容易一下子就跳出來 在C-Sharp裡面這種錯誤怎麼死的 往往都不知道 因為它有很多根本就不會告訴你錯 然後就 程式執行到某個程度的時候就掛了 好 那這個是C-Sharp比較 比較不容易學的地方 因為Bug會比較多 因為C-Sharp為了求速度快 其實它完全沒有Debug的功能 不能說完全沒有 可是它的Debug工程基本上沒有 沒有爭措 沒有爭措的那種 Debug工程 就是動態執行爭措的Debug工程 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它還是會加上一些爭措 去除錯 那C-Sharp就有這樣的功能 所以你在C-Sharp裡面亂寫的話 有時候其實不太會有問題 當然也不能太亂 太亂的話就不好 但是呢 基本上很多錯它都會幫你找出問題 如果是邏輯性的錯誤就比較難找 譬如說你的泡沫排序排法錯誤 最後出來的順序不對 那那個它不會告訴你的 但是呢 如果是你存取到超過正列的外面 那它會告訴你 好 這是C-Sharp的 跟C-Sharp的 一點不一樣的特性 好 那 所以像這種 4I等於0I小於多少 這種是C-Sharp的用法 但是其實 這個 這種核心很常用 那每次都要小於多少的麻煩 所以呢 C-Sharp的一個叫for each 就是對於正列的每一個 我都掃描一遍 這叫for each 那所以我就可以這樣寫 你可以看到這個層次 比這個層次雖然都是3R 但是看起來精簡了一點 那他說for each int-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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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ays d就是那個每一個月的日數 in-days 然後呢 count加等於d 那這樣子就把每天的日數 每個月的日數加進來 所以最後應該是365個 好 那所以呢 接下來呢 欸 就可以 做個作業 這個作業有點難 但是 我覺得蠻值得做 各位回去做做看 做內積 其實也不算太難 這是 這是正列的內積而已 還不是矩陣的成績 正列的內積比矩陣的成績 簡單一點 對 正列的內積一個回圈就可以做完 矩陣的成績要三個回圈才可以做完 而且是三成的回圈 所以做正列的內積應該相對很簡單 其實我們都有給你檢查 正列的內積 正列的加法 這個是作業 欸對喔 這是作業 但是 我好像這個作業後來 我給大家一大堆的整個矩陣 正列通通都寫在一起 所以這個解答根本就很不對題 根本不是這一個作業 反正它是一個更大的作業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ray test的程式 這個ray test的程式 你看 如果你要宣告二維正列的話 請你在這個中括號中間加個豆頂 就是代表兩個東西 所以變二維 那如果三維呢 就加兩個豆頂 中括號中間加兩個豆頂 就變三維正列 那如果你要宣告個 一百維正列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錯 但是應該不會有人這樣宣告 有誰宣告過超過五維以上的正列 應該很少 超過五維以上 我們不會用正列宣告 通常超過三維就不會 最多正列我們通常就宣告到三維 我這輩子還能先告過四維正列 因為這麼用不到 如果超過四維就不應該用正列 應該用map雜錯表之類的東西 那麼不應該用正列 好 那這邊是 這邊是二維正列 所以我們宣告呢 就兩個中括號 兩個大括號 大括號裡面還有大括號 那這就是二維正列 大括號裡面還有大括號 那如果呢 是三維正列 那就大括號裡面還有大括號 大括號裡面還有大括號 大括號裡面還有大括號 那就會不容易看 但是是可以的 那我們就可以宣告 OK B1等於這樣 然後再宣告一個C正列 我們可以用來做矩正相加 或者是我們宣告的這個 兩個正列 然後呢 兩個項量 這不叫正列 就是 就是在矩正裡面 這個叫項量 有一維正列 其實在矩正裡面就是項量 各位學完線性概述 學完了 上學請來 OK 很好 線性概述是一本 怎麼講 就是 就是它的數學其實是很漂亮 有很多你看起來不是線性的東西 然後最後還是可以畫成線性概述 沒有像多相似 相承之類的那種東西 就可以用線性的住人住 好 OK 那所以在這裡 就有我們寫了一個迴圈 把A和B兩個正列 點Lens這個語音法呢 在C裡面是沒有的 什麼點什麼這種 C裡面有一個叫結構 它也可以寫什麼點什麼 但是C的結構呢 不是物件 不是物件 所以呢 它其實是 只是個欄位而已 那在物件導像裡面的物件 它的概念 比較複雜 還沒那麼簡單 那我們 大概 講完這個正列 再講函數 講完函數之後 我們就會講物件 講物件的時候 就是各位 哲學期的第一個重點 你要學位 因為前面的正列函數 大概都 11元的概念都有 但是物件 誒物件 誒物件 各位在 一年級 柯老師有教嗎 有提到任何物件的概念嗎 有印象嗎 是完全沒有還是 我看有人點頭 有人搖頭 那 誒是 想一下 有印象嗎 有印象嗎 物件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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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有學C++ 你才有可能學到物件 如果你們沒有學C++ 如果你們只學了C 也沒有學別的語言 那可能就沒有物件 所以你們學的是標準C嗎 沒有 一年級的時候 學標準C 最後有講解C++一點點 好 那有講到物件嗎 沒有 沒有 OK 沒有 OK 沒有 OK 好 那應該是沒有了 但是呢 今年開始 我那天看到那個一年級的 程式設計課本 嚇一跳 各位 第一學期就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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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那天有在跟科老師講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還是應該先用C的交法 把前面的C部分 五交 再來講C++ 因為 其實 C++ 我說過C元 是全世界最困難的語言 之一 之一 就代表 C++是那個之二 而且 它比C還要困難 因為C是C++的子集合 所有的C語法 都可以放在C++裡面寫 那 C++不是困難 而是 包含了C元的困難 再加上複雜 C元困難 但不複雜 C元困難 但是單純 C++是困難又複雜 所以 所以 去Google面試 如果是 它要求你要會C++的 那那個面試官啊 會問你一個問題 說 請問你覺得自己 對C++懂多少 啊 那個回答說 C++非常索 我很厲害 那種呢 馬上就被踢出去 為什麼呢 因為 所以 C++的發明人 Stroves True 人家去訪問他 他自己都說 我覺得我對C++是懂版的 80 你怎麼能比發明人懂得更多呢 C++真的是一個又難又複雜的 所以 所以其實 就算你摸了 20年 30年 從C++一開始發明 就開始摸到現在 往往 你很 很難找到任何一個人 他敢宣稱自己是 所有的C++ 他都很會 這個 基本上是很困難 這個 C++是一個 一個 怎麼講 雖然在史物上 他用的很多 但是 我不是很欣賞 因為他不夠純粹 然後又太複雜 所以 我覺得C++這邊 用起來 比C++ 在某些地方 會好 但是 C++的好處是 他繼承了C 所以他可以用來寫線路式 C++不行 他可以用來寫線路式 他可以用來控制硬體之類的 C++呢 他的語言 掌控在微軟那邊 所以往下 你要去 鼓勵 是有啦 因為像 也有一個叫Mono的段階 他要把 C++給開放也是 但是問題是 你要去 從上層 一直摸摸到底層 那種人 是很 很困難 很少 你要把整個 C++的 虛擬機的系統 給玩得很熟 然後完全知道 他是怎麼設計的 然後再穿透過去 再去使用下層的那種 記憶體硬色輸出路 那恐怕是一件 不容易的事 那但是他 他可以做到 如果你是微軟 那當然 會這樣做 那如果你不是微軟 很少你會這樣做 好 那這是第一題 第一題 我們看到的第一題 那接下來 我們就看 OK 我可以用 D等於New Int 5 然後呢 我把A和B 加起來放到D 這是什麼呢 這是函數 A array add 2 是函數 這個函數定義在哪裡 定義在後面 array add 2 故意把它寫在 寫成一個函數 其實他做的事情呢 跟剛剛的這件事情 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 它包裝成一個函數 這樣你要用三次 就只要護教三次就好 就不用重寫三次程式 那一開始寫程式 還沒有學函數的同學呢 往往 你護教幾次 你就寫了幾次或微軟 或之類的 那 那個就是 就是你還沒有學到 比較 模組化的工具 那函數是 第一個 在程式裡面 用來模組化的工具 那所以 這個範例放完 順便函數也就講完了 雖然等一下 我們還是會再看一下 那第二個 你會看到 OK 我們寫array add array add array add array add在哪裡 array add OK 這裡 我們做了兩種array add 各位看得出來 這兩種array add 有哪裡不同啊 看得出來 它不同在哪裡 會不會太強 還有 幫他一點 兩邊 沒辦法一起看到 還是不要看到 這兩個array add 哪裡有不同 看得出來 長得好像對不對 好像 像是一個叫to 一個叫沒有to的 是不是有點不同 除了這個to 二不同以外 還有什麼地方不同 for for這邊不同 對 for 感覺很像啊 你看這 這個for的感覺很像啊 int 硬著 對 一個是void 各位知道c原void是什麼意思吧 void就是虛無 所以我們在統計這麼快 裡面有個叫 void hypothesis 或noir hypothesis noir hypothesis noir hypothesis noir也是虛無的意思 但是c原的noir是沒有字 void是連那個形態都是虛無的 OK 所以 void就是用來說 我不少回事 是void 那 如果呢 這裡不是void 就代表我要傳回值 那傳回一個怎麼值呢 傳回一個整數真理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最大的差異 其實 第一個 這個有三個參數 這個只有兩個參數 好 這三個參數 這個兩個參數 第二個呢 是 在這裡有個z參數 這邊沒有 可是這邊沒有 它跑到哪裡去 它跑到下面來 我在裡面 臨時建立一個新的記憶體 然後呢 最後 怎麼樣 把它傳回去 這樣 怎麼呼叫呢 來看一下 什麼呼叫 你可以看到他們兩個的寫法不同 這個arelaid2呢 是三個參數的那個版本 所以它的第三個參數就是傳回值 對不對 第三個參數的用途就是用來做傳回值 這個是C元的寫法 但是呢 這邊 你可以看到 它的arelaid是只有兩個參數的 那它就傳回值 傳回值直接丟給這個1 也就是剛剛傳回的那個z z的傳回值直接丟給1 所以這一個函數每呼叫一次呢 它就會多分配一次正列 所以你呼叫100次 它就會多分配100個z 每個z都傳給最後你接受的那個人 ok 好 那這種寫法在C元也可以做得到 但是各位知道 其實在C元不應該這樣做 如果 C元如果你在一個函數 然後呢 就去就是malloc 然後再傳回來 你的記憶管你 會出問題 因為你只要malloc 你一定要free 對 那很多人在C元常常就是 就這樣子malloc 然後就傳回來 然後free 但是這樣free呢 有時候你會free不乾淨 你萬一少掉一個free不斷 記憶體就空缺了一塊 是沒有大礙啦 如果你記憶體很多 永遠都用不完 但是在簽錄式的意思就是 我記憶體通常只有64k 因為這時候你記憶體無比珍貴 你怎麼能夠用malloc 去分配 所以像你如果仔細看 Vanus作業系統的核心聯絲 你會發現他幾乎都沒有malloc 為什麼 因為這樣不好控制 一旦malloc之後 就會很控制 因為那個 那個記憶體管理 就會越來越亂 越來越淫亂 好OK 再來呢 我們寫了一個叫printerray的函數 這個是 針對正列這種東西 照理講每個人都應該要寫一個 不然的話你怎麼知道他執行出來 內容是多少 好 但是還好 如果你有Vidual Studio 你就不用印了 你直接在那個儲錯模式 直接看 A-S多-A-B-S多-A 好 所以 這個不一定要寫 但是如果你沒有Vidual Studio 那就應該寫一個把它印出來 好 那你的方法也是一樣 我從0數到Lens 然後把Si印出來 當然我也可以用for each的方式來印 這也是一個辦法 好 那我們這個程式呢 大概就在這邊 這邊喔 那其實這個二維針列沒用到 所以 其實暫時可以把它刪掉聯合器 那我們就把它 複製一下 執行一遍 給各位看 那也請各位 就可以一遍看我執行 一遍自己執行 好 那我們來新增一個 一遍是 平存清單 好 平存清單 我們放在 嗯 就這個 PS OK 好 它的 美存好 好 好吧 那就這裡來 給個名字叫做Array Array.cs 好 好 這樣子你看到其實 NoPad 家家其實還不錯 它連顏色都幫你分好 所以有很多時候其實 我其實是 如果不是We just get the other 程式的話 通常我們會用這個 但是 還有更好 還有更好 這邊呢 看看 看看 OK 這個還可以拿來用 好 我們進邊去玩 你可以看到它輸出是 12345 33333 這是A 這是B 好 那接下來呢 它為什麼會出是這樣 ABCD1 所以33333 是B C是什麼 C是 C是兩個加起來 是不是 C是兩個加起來 所以是 45678 因為33333 因為33333 加12345 就是45678 然後呢 D呢 也是 45678 因為D也是 真是一樣的意思 如果是無角的 Rray的圖 那 E呢 也是一樣的意思 不過它不叫做 RrayA 所以 通通都是45678 好 所以 這是ABCD1 那這一塊呢 可以刪掉 沒有問題 因為 它沒用到 之前是有同學問到說 那我也是列得不起 我順便示範你們看 那這邊其實 沒有用到的韓式庫 也可以刪掉 那你可以放個Namespace 也可以不放 所謂Namespace 就是 韓式庫的意思 差不多就這個 它叫名稱空間 名稱空間 其實就是韓式庫 所以 各位 你在using system 這個東西 如果你寫一個 Namespace 叫Array的 你後面就可以寫 這樣 using 你就可以這樣寫 你就可以這樣寫 未來 你就可以用這一個 韓式庫的 任何東西 這樣了解意思 所以 它就 有點像是 裡面的include 有點像include 但是不太一樣 概念不太一樣 include 是引用那個標頭檔 西效果沒有什麼標頭檔 不需要把標頭檔 跟內文分開 所以 油一定不一樣 好 那各位 就 執行一下這個程式 好 我們就休息一次再走